大家好 今天 来和大家 讲一讲 有蝶泳的一些具体的 我自己的一些 时间感受 因为发了几期视频以后 在这儿 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大家就一直关心自己说 不知我水里面的表现怎么样 不知我游的是什么 什么一个水平 在这儿和大家 讲一下 我游泳的水平 就是一个菜鸟鸡的 游了很长时间 但是和 正规的那些 运动员比较起来 那就相当糟糕了 就像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 我一样我开玩笑的说 我说如果 我到 50岁主汽油的话 那么难说我能够 拉到 到北京也能够拉到 100名吧 他的笑话我说 难的不用提了 离子的 体工队 推移下来的那些 运动棉 运动棉 下来的就可能有 230多人 我能够拉到 最后一名就已经 算不错了 这就是我的实际水平 因为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 我在西瓜视频上面 看到有一个 横海的一个 小里孩 他如自华为以后 在俄罗斯 然后他就去游泳池里面游的话 但我看他 因为还不会游 我就顺嘴说了一句 我就说 如果我教你的话 很快就教会了 他就说 行 那里就要有视频 有什么 因为答应了 我就抽时间 我就把自己 自己感觉到自己去游了 有的人说 我是教练 我不是教练 我只是一种 人意爱好者 主要的目的 就是和大家交流一下而已 说的对的地方 大家就习说 如果不对的地方 大家就否定就行了 因为我最主要的也就是 和大家 这些人意爱好者 在一起 起到一个 互相交流的作用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来 那么题外话 讲到这就 具体的 就不扯了 就是答应过别人的事情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不要去做 就是这个一个道理 我才来讲这个视频的 那么 输归症状 现在就是说 我讲一下蝶蛹 实际上 以前不是和大家说过 实际上蝶蛹和蛙蛹 它其实同是一样的 都就是那种 豹子式的 老鼠式的乏力 就是身体扁平的这种乏力 乏力方式的 那么就是说 我看到有些好的教练 他就说 他看见有人有蝶蛹的时候 有蝶蛹的时候 他听声音 他就知道 这个人 游得好还是坏 感觉到什么样子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 游得好坏的感觉 当然他们有 他们的具体的一些 程序 有一些过程 那么我看到 这一届就是 有一个游蝶蛹的 中国的游一个冠军 有一个离子冠军 他记得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说 然后他和教练配合 反复的改一些动作的时候 他游蝶蛹的时候 游的时候 他感觉到游一边 就是游一点 稍微有一点偏 一直在孝顺这个动作 孝顺这个动作 最后他们发现 他因为他有一节脊椎 他有一节脊椎是弯曲的 微微的弯曲一小点 所以具体的游泳 深入到一定的警戒 你不断不断的向后发展 不断不断的 像不断不断的 一级一级的攀升的时候 他很多细节里面 很多细节 很多技术特点 很多也有一些 他站在数据底下 描述的一个 数据底下描述的一个方法 那么就是说 他观看一个数据 对一个数据的把控 这些 对一个数据的理解解读 那么就不是一般的 单纯的一个 一线运动也能够做到的 它是要有很多的一些严历 不同的一些严历 比如说你看 这个题外话 就是说 像打网球的时候 你看德优科维奇 他移动不是很快吗 很快的就能够移动 什么球他都两边的球 他都能救起来 那么他一盼的时候 他感觉到对方要打斜线的时候 他就迅速的从中线 就迅速的移动 那么我就看到他很多视频的时候 他就是在边线一米的地方 在一米的地方 如果你不要打老实边 你打一米的地方 那么德优科维奇 是进场食物 他为什么会食物呢 就是他的食物就是 因为他速度太快了 他要尽快地 尽快地以速度到边 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到边 你还离他一边的时候 一米的时候 他实际上在那个过程当中 在运动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是相当 相当磁力的 就是回球的时候 他是相当磁力的 那么他就经常在这上面出错 那么我说的一个意思就是 教练的作用 你只要指出这个方向 一个很大很大的方向 那么自己继续说 自己继续的那些 具体的那些技术完成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可以扯到一个 就是说 你要有一种哲学思维 来看判断一个 运动的 这些 具体的过程 可能这就是教练一个 最主要的作用 那么说回正题 就是说 有蝶泳的时候 就是你反复的记着 就是有蝶泳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要用那种 老鼠式的那种乏力 那么我自己体会到的蝶泳 我就感觉到 不是昨天和大家说的吗 说的就是说 你看我们玩那个飘瓦 扎水飘的那个时候 他不是那个水飘的 啪啪啪的 就在那个上面走 不是 我还要说了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感觉到 自己感觉到 游得好的时候 你要 就是说 蝶泳游得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就是说 找到一个什么样的 找到一个 就是在水里面的一个支撑泥 支撑泥的时候 找到那个点 找到那个支撑泥以后 你一定要有一个 向上要的 跳跃的一个动作 虽然你要不起来 一毫米 但是你一定要要 反复的要 你想那个 就是那个 海豚 它虽然有个大的尾巴 它虽然有个大的尾巴 它可以支撑 但是它支撑的时候 它要起来的米数 它是很高的一个米数 那么人就是说 虽然没有那个大尾巴 但是你 根据各种的这种熟度 或者梗子 应该来说 应该能够有一个跳跃式的动作 虽然跳一毫米 也是跳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说 你游跌泳的时候 挖泳的时候 自由泳的时候 洋泳的时候 实际里都要有这样的意识 因为跌泳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支撑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支撑 你发力支撑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在手移动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支撑的时候 你一定要以头顶着 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 要除去的一个心理 要除去的一个准备 那么我也看到过 我们在这 一个世事里面的一些游泳队的 游泳的 也看到到送到神里面 游到第五名的那些游跌泳的 那些运动员退下来 和这是什么 被淘汰下来的以后 身体吃的非常的肥胖 然后我看他们游跌泳的时候 就是一个幅度非常大的要进去 就是靠在水里面的这些滑的这些 实际上 你一定要把握节奏 就是你把你身体的那个节奏 一定要把握快 然后快和慢 当然你要进肌的时候 你一定要快 那么不管快和慢 你都要有那么一个意识 就是你要要起来的这个意识 我觉得这个要起来的意识很重要 就像有的人 有个人样的 拉着你的 揪着你的头发 迅速的要起来的那种感觉 你要有一个向上要的时候 在要的同时 就像一个豹子一样的 它的实际上奔跑的时候 有时间它的后腿 后腿它是超过前腿的 它是迅速的后腿超过前腿 然后再蹬以后 它是后腿超过前腿 它配合的非常的流畅 那么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跳跳跳跳跳跳跳 然后一定要用大肌肉 带动小肌肉 一定不要用那个可以的 在追求那个扫和脚的那些 你一定要以大肌肉 要有身体的大肌肉来带动 那么说到这还有一点 就是感觉到就是高走的事情 那么高走的事情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大家其实上找一个地方 就是你找一个宜家店 或者在船上的时候 你就自己应该在船上 你就应该慢慢的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挖泳的时候 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当然自己注意自己的那些柔软性 技术不要伤到 你就慢慢慢慢的这样练 然后自然而然的你的高走就出来了 那么说到这 那么我就具体的就游个别用给大家看 游的不好大家不要见笑 这就是有蝶泳的时候 有蝶泳的时候还要讲到一点 就是说我看到有些游泳的它单边游 就是说它为了锻炼游泳像这样 蝶泳的时候像这样 两只手像这样 还有一些带有绝突的那些运动 我自己的感觉到就是说 你有蝶泳的时候 你不要极限带了一些脚铺 或者受那些单蝶的自己影响 你还是从练的时候 你就练一个完整的动作 就是好好的蝶 蝶起来蝶起来 蝶起来我感觉到就是 你一定要蝶到后面 一定要那个手的时候 手打开 打开以后然后你朝前走的时候 一定要记着我说的要有一个跳跃动作 一定要跳跃 那么在这还要讲到一点就是 游泳的时候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漫游和快游 漫游和快游 竞技的游发和快游 可能枪差很大的 就是说你长时间的漫游以后 你可能就对那种100米的那种快游 50米的快游 那么你会不适应的 就是可能就是 我估计就是 运动员为什么要分的 100米200米的这种 可能100米和200米的游发 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它具体的要求 具体的过程 等于很多东西都相对来说 它各有各的特色吧 就是说它不能够就是 完全按一样的套路去套 那么就是我现在游 神车是一种健身游发的 我都是以最慢的 翻慢速度的游 因为游快了以后 那个人体的乳酸 对乳酸的那种消化能力 感觉到这体力就跟不上了 那么讲到这 就集体的今天就和大家说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我答应过 有一个华为在俄罗斯的 那个一个粉丝和一个小李孩 很可爱的一个小李孩 教他游泳 那么说到什么 之后做到什么 就把整个游泳的过程 用视频排给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自己游的游就是一个菜料 就是说算起来算一个 还刚刚还没入门的一个人 所以大家不要对我要求太高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说 我只是把自己游泳里面的一些想法和感觉 和各位粉丝分享一下 当然你有机会你能够找到 国家基金教练员和世界著名的教练员能够学 那就更好了 剩下来的你能够找到省级 周级的这些正规的教练员教 或者最著名的教练员教也是更好 如果没有这些机会的话 那么你看看我的视频 好的就吸收 不好的你就把它抛弃就行了 那就和大家聊到这 那再见 家庭 家 lab